我們先來算一下 我們的銅的電子 這邊有一個電子係數國中美容 就是所謂的我們講過電子跟材質有關 那就是材質 不同的材料有個電子係數不同 容易導電的電子係數小 容易導電的電子係數大 然後有公式就長這樣 等於都可以A分0 後半部是我們教過的 你要會的是比較做 電子跟長度成正比跟面積成反比 那個low你都沒有就不要理他 但是公式寫給你看 就想問你一公里長的 同導線 電子有多大 代公式 low就這麼大 然後呢這個是圓的 圓的同導線 所以面積是嗨R平方 那我說過我的半徑0.5公分 可是你看到那個low的 器材單位是公尺 所以要把公分換成公尺 所以就是0.005公尺 然後還有平方 然後呢 那問題是一公里長 那一公里要把它換成公尺 所以一公里是1000公尺 所以後面這些東西把它都把它換成公尺 這樣算完之後 大概0.2 大概0.2 大約就好 也就是一公里長的 同導線 電子有0.2 歐米 那你的同導線拉這麼長 拉個幾十公里幾百公里 然後0.2 往上加 所以你還是會有很大很大的電子 然後就會消耗能量 然後我們來看消耗能量 假如台電發的電功率這麼大 10的7次方千瓦 K瓦的千瓦 所以要多3次方 所以就10的10次方瓦 如果我的電壓是100伏特的話 請問你一公里會消耗多少的功率 那我們的算法這樣算 我有這麼大的電功率 我有這麼大的電壓 那我就會有這麼大的電流 那P的IV 你就算出來我的電流是10的8次方安培 這麼大的 這麼大的經過這一段的電阻 那就是I平方R 據算 就消耗了2乘以10的15次方瓦 你發電子發的10的10次方瓦 你一公里的導線就要消耗2乘以10的15次方瓦 那什麼意思啊 你的電出去沒有很多人就消耗光了 消耗光了就沒有了 就消耗光了 為什麼 因為電流太大 你電流太大 就消耗光了 就沒有了 你發的10的14次方瓦 一公里就消耗10的15次方 就沒有電 這樣做是錯的 老師你不是有電壓 你不是有電壓嗎 那P的地方處理啊 又消耗這麼多啊 這樣做是錯的 為什麼說這樣做是錯的 電池1.5伏克 哪裡差1.5伏克 正極跟負極對不對 出去跟回來的地方差1.5伏克對不對 剛剛剛剛講不是說電流回路嗎 出去要回來對不對 所以發電廠的電壓如果是100伏克 什麼100伏克 出去跟回來的地方是差100伏克 是不是中間的某一段差100伏克 不是啊 你想看看你做個電路 電池啊 接個燈泡 然後電泡 電池1.5 1.5伏克 就算你假設我的導線都有電池 是不是你導線隨便接了就是1.5伏克 不是啊 所以那個電壓 你在那邊指的那一段 電壓有沒有成100伏克 沒有 所以你不可以這樣算 你必要用電流去算 用電流這才是對 那你的電流這麼大還要平方 所以損耗就很多對不對 所以我如果要減少損耗怎麼辦 就把電流要變 小 電流要變小 把電流變小 好 所以剛剛講過說發電廠出去100伏克 是出去跟回來的兩頭差100伏克 不是我這個電路上隨便找一段新100伏克 所以你剛才公式不可以用100伏去算 要用電流去算 那剛才講過為什麼消耗這麼多 因為 電流太大 太大 OK 所以電路上竟然算在一塊的 所以用電流算 大家電流都一樣 所以用電流去算消耗電功率 就剛剛有講過的話 在那裏說一次而已 那回到剛才那個重點 我會消耗那麼多 是因為電流太大 所以我要消耗的時候怎麼辦 電流要小 那怎麼樣電流小 如果發電廠的功率是一樣的話 怎樣做電流才會小 電流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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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剛才那句話就告訴你說為什麼會有限電 就是 我發電廠只發出10的十四方瓦的能量 如果你們 全部的台灣人這些地方用電 只用了10的九四方瓦 我當然就夠用嗎 可是假如你不要用到 2乘以10的十四方瓦會怎樣 不夠用 我的電就不夠了 那怎麼辦 斷電啊 限電啊 大家輪流體電啊 所有人就直接跳掉啊 就斷電就上次那個時候大體面一樣就直接跳掉了 沒有辦法承受就直接跳掉了 沒有大家都沒電了 所以這樣子 所以 那你說講講說 為刀美的加護功率增加的時候 發電功率也要變大 那如果沒有辦法承受就只有限電 因為我們電流會增加 剛剛跟你講過 你要減少能量損耗就要怎麼辦 減少電流 如何減少電流 加大電壓 因為功率是一等於IV嘛 電壓大電流就會 小 壓電流就會小 那我們今天假設外面就說固定 所以電流越小 損失就會越少 那 所以剛才給你看到圖裡面 一開始就有個超高壓 要不要變超高壓 我壓 電壓變很大 電流就會變 很響流 那這樣的話我的損耗就會 減少 在前段階的損耗就會減少 那 問題是 前面提過的 磁流電 電壓不容易改變 所以我要用什麼電 我就要用交流電 我就要用交流電 所以磁流電的電壓 不容易改變 所以要用交流電 這剛剛跟你講過的 功率一樣的時候 電流要小 那損耗會少 所以電壓要大 因為DNA 剛才跟你提過這件事 OK 所以 我用交流電 因為交流電 我才有容易升壓跟 降壓 原理是後面要交的電磁感應 電磁感應 所以 為什麼現在商業用電都是用交流電 因為我容易升壓跟降壓 然後機測就考這一題 請問你 我電壓如果變兩倍 損耗變幾倍 我的電壓如果增加兩倍 我的損耗會變成幾倍 電壓變兩倍 P等IV 電壓變兩倍 電流就變成二分之一 對不對 P I平方 二分之一平方變多少 四分之一 所以我的損耗會變成 四分之一 機測考過的題目 就是考這個 說 為什麼我要用 高電壓 因為我高電壓可以低電流 我可以減少損耗 減少損耗 那因為 直流電 不容易改變電壓 所以我就用交流電 所以商業用電都是交流電 就讓你能夠有個觀念上的理解 OK